欧叔告诉我 要想把泡菜制作得更有味道 就必须用凤杰其成来助力 橙子汁是给泡菜入味的法宝 那么凤杰其成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这样就把它摘下来了 看 得带着一截 至少带五公分吧 对这个果子有保护 把这个踩掉了它就会坏掉 那这个橙子 咱们怎么分辨它甜不甜呢 就是带个带尖的 它里面的一个小橘子那种 口感比较好 凤杰冬暖少雾 是其成生长的天堂 欧叔说的小橘子 其实是长在其成中的一个复果 因为外观酷似肚脐 才有了其成这个名字 那么凤杰其成到底味道如何呢 直接这样中间就掰开了 掰开 这个掰开之后就是真的这种 沁人鲜皮的那种香味 这种柑橘的那种味道 掰开以后小橘子看得就很明显了 现场验证一下咱们凤杰其成到底甜不甜 肯定甜了 肯定甜了 太甜了 而且水分十足的 凤杰其成的果肉汁水丰富 牙齿的轻轻触碰就能让它们集体爆破 喷涌 让酸甜的汁水溢满口腔 其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钙 铁 磷等元素 藤子皮中还含有胡萝卜素 所以欧书会用白糖将成蹄拌一下 略带苦涩的味道 也是年饭餐桌解油腻的法宝 春节前是凤杰果农最为忙碌的时候 凤杰人的年味也因为齐成的加入 让人有了吃在嘴里 填在心头的家乡记忆